世人都小 神仙好 唯有功名忘不留 西游是中国四大名著也好 或者中国古典虚实文学里面也好 最为大众所熟知的IP 也就是说它不再是民众了 变成了IP 大家就要去开发它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 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 我爱你 有一天你要是够坚强 够勇敢 神话 预言 魔幻 这里面都含着 所以它对于一个创作者 再创作或者再改编的这种制约 特别特别少 你可以放开了去想 它从结构上是最适合拍电影的 我觉得它应该是取之不尽的一个影视宝库 我觉得顺空就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勇敢 斗争 不怕困难 就是摆折不牢的这么一个精神 其实每一个观众心中都有不一样的顺空 我觉得每个年龄段的观众可能都有不一样的顺空 他的身上具有很深的人生哲学 可能对当代人也是有很多启迪的吧 老孙啥功名不呀 只求回到这花过山中了 过过逍遥日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